红楼山老师还有馆长 他们去发起了这场的这个集会 好 我们来想想看他们的target是谁 年轻人啊 年轻人对于居住正义是最不满的 他们受到的这个相对剥夺是最重的 所以你看现场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 因为买不起房子 那我想问问大家 各家的民调里面 谁最受到年轻人的支持 就是柯文哲啊 这个事情不是说 因为他们支持柯文哲才来现场 而是他们的诉求 跟柯文哲的这个支持者 本来就有高度的重叠 所以这些人因为他们在居住正义上头被剥夺了 他们希望能够出来来跟政府抗议 把他们的诉求讲出来 那这些人有高度的族群是支持柯文哲的 并不是柯文哲动员出来的 的确这里面有很多他的支持者 没有错 可是你不能去否认这个集会的正当性嘛 因为今天居住正义没有落实是不是事实 司法越来越不被人民信任是不是事实 这两个事实都是正确的时候 那今天有一群年轻人 他愿意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 他走上了街头 年轻人本来就高度的支持柯文哲 为什么因为觉得他会改革 是因为改革的形象 不管是柯文哲或者是黄国昌 都同样是有改革的形象 所以他们的支持者可能高度的重叠 但是他不是柯文哲动员来的 所以柯文哲才会说 这不是我去做的一个场子啊 你怎么通通都跪在我身上呢